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这一题呢它说有关小球A的运动和的正确 你看一下这两边 它们一样重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张力呢它是抵消多少 它是抵消所有的重力 这个所有的重力我们就说2MG 这边也是一样这边的张力T 要抵消所有的重力2MG 所以呢这个时候它不动 那如果是这样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边的张力T 它其实是为了抵消这边的重量2MG 可是如果是这个呢 这个东西好他们正在做向心加速 这个向心加速这个也会向心加速 那我们就说它的直心没有加速度 直心在中间没有加速度 那直心没有加速度直心不会往上直心不会往下 整体的质量中心不会想要往上也不会想要往下 所以它受到的张力跟总重量2MG还是一样 所以这个T等于2MG 这个T等于2MG 它不会动 所以呢 答案是1 保持静止 3MG 5MG 5MG 5MG